好 冠青再聊那个陆股啊 异常现象 冠青啊 就所知道大陆股市 他们大概是八成以上都是蚂蚁熊逼嘛 他们的内资啦 散户啦 所以如果内资买了很多的陆股相关基金 就是要刚刚的字卡 提到那个公募基金 那投心业者在讲话 警告你说小心哦 可能风险来了 理应来说应该是要很害怕呀 所以创业板是因为最近这样子滴下来吗 我想的确是没有错 可能有部分的一些投信他知道 可能会有流动性上的一个风险 他是做一个抽出资金动作 可是大家可以看到 抽出资金之后 因为现在老实说 因为至少他还是个牛市啊 他会不会把抽出资金 反而去加买主板的股票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 其实深圳他跌1%一点多 跟这个创业板跌4%几 其实说真的他跌幅其实不高 那今天的深圳跟创业的回档 就比较不用怕咯 但是我还是这样觉得啦 我们用一个来讲就是说 创业板的话 他有几档股票 460档 本益比多少 130倍 那我们来讲我们台湾 我们台湾的话 有1600档股票 上市的市值的话是27兆 上贵是2兆多对不对 那这样合起来将近快30兆 创业板460档股票 他的市值将近台股的市值30兆 他等于是6兆人民币左右 超过6兆人民币 创业板 6兆人民币大概30兆 是台湾上市会合起来的 那你想想看那本益比130倍 那些小型股 你看那标的空间有多大 报告一下 今天的上镇加上深圳 加总起来的总成交量 超过了2.3兆以上人民币 是地球有史以来 我一定要讲地球 因为没有这么可怕 然后也是路股有史以来 史上的第二大的成交量 我为什么刚刚阿伯塞讲的 那个泡沫的担心 我认同 没有错 也许今天的深圳 创业板的回档 只是至今稍微抽离一下 真的不用怕吗 好像不是这样 因为今天的主板 上镇跟深圳 冠青出现一个叫做什么 闪电组还是什么 它叫快速交易快散组 这是什么意思 在市场当中出现的 其实老实说快散交易 或所谓的一个高频交易 这部分 其实这个在世界各国 比较开发的一个股市里面 其实大概本来就有了 因为他们就是用城市的方式 他们短期之内 我们台湾就叫当冲 那它的一个速度可能很快 它利用一些 它可能所知道的一个资讯 比你早很多 所以这个高频快散交易 所指的就是我们台股当中 认识的那个法人 大户所设定的城市交易 是这样吗 的确没有错 大概一部分也很像这部分 那另外 应该更精确的说法的话 它就是非常非常 藉由系统化的一个方法 然后进行非常非常快的交易 这所谓的快 它是在毫秒之间 就进出一趟 它是用毫秒在计算的 所以说它已经不是 我们所谓的当冲 这个角度去看 那大陆现阶段 他们的高频交易的话 大概只能够到 我们的所谓的 Ticketray 这样的一个程度而已 还不到所谓华尔街 他们的高频交易 而且很多现阶段 在对岸做这个Ticketray 就高频交易做得相当纯熟的 都是从我们这边 过去的一些操作的一个高手 高手最会看技术现行操作 还记得吗 528那一天 中国他们视为528惨案 当天的路股崩跌 超过了6%以上 结果为什么会崩跌 就是因为城市交易者的祸 我们把那个 其实有点看不太清楚 但是就在这 这根的黑K棒 跨过来 就赫然发现 原来是当时创历史新高 6124回挡之后的 这一个重要的景线位置 在超过5000点 这么一过 当时一破 结果呢 全部电脑设定的城市交易 卖压 请难而出 就是这样对不对 我想的确没有错 尤其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就以城市交易来讲的话 其实就边看到说 沪深300指数啊 在上个月是全世界交易 最热络的一个股票期货合约 当然他们这种城市交易 一定是这样子嘛 他跌破支撑 可能当初已经设定好 这个支撑一跌破 他一定是杀 杀完之后 如果像我们一般的散户来转 我杀完就杀完了 他们杀完之后 是一去追空的动作 所以可以看到像 所谓的528惨案 他就是一口气 哇 他一路追空 追到最后 你的追空就是 右手呢 多单杀出 左手加码空单 继续跌 空单又赚了 对 所以他们会这么样的操作 这个就是快评 高散交易的一个 很主要的一个特色 除此之外 还有包括说 因为毕竟操作入股的 是散户为主 那散户呢 他其实他无法去研判 这个资讯是真是假 他也不知道到底这个 官方他现在到底是 看多或看空 他看到人家杀了 他就跟着杀 所以呢就像台股一样 台股这种 如果说散户持有很多的 一些股票也是一样 他一杀的时候 你也是看到 哇 噼里啪啦 杀好几根跌艇 你都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呢这部分 我们看到像这个 他中国的散户啊 他不只说 我们台湾可能只有 说所谓的融资 他们很可能那种 电饼啊 或者那种电款的部分 甚至利用各种方式的杠杆 杠杆程度非常的高 尤其包括我们看到 其实上个月 已经开始传出说 中国现在很多大学生 根本连大学也不想念 开始投入股市 因为你只要 不要说买对股票啊 其实要买对股票 机会很大 几乎每档都在涨嘛 尤其已经买创业版了 在台湾你要中的机会很小哦 你不小心中这个 宏达电的机会很高 但是你中大力光机会 很小的情况 我想你就不会想去 射飞标 可是大陆中奖的机会很大 会很多人就不想 去做这种事情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另外一部分也在于说 其实现在也是 刚刚这个 并有提到的 很多业者啊 这个国外的 以前可能就有台湾的业者 去投入那边的 所谓的高频交易 现在国外的一些避险基金 他也是利用看到 这边是有利可图的 因为当散户很多的情况之下 就会出现一个 所谓的叫效率很低 那效率很低的话 我只要资讯比你快 我只要能够在毫秒之间 能够赢到 赢到这些资讯的话 我就有办法去trade 那有这种trade的情况 就是有这种避险基金 他说呢 他说中国的散户啊 跟他们这些避险基金的业者 相比之下是毫无优势的 可是我想当然 这边我们看到这个创业板是 今天是大跌没有错 但是主板是呈现大涨 其实主要的一个重点还在于说 中国官方的一个态度啊 目前中国官方态度 我想景气你可以看到 GDP也不好 然后呢 PMI其实这个官方报道的 可能比这个汇丰报道好一点 今天公布了大陆的进出口 我们秀给大家看 进出口全部都在衰退 不过呢数字难看 官方呢更有理由去做多股市 对不对 我想这也是我一直跟大家讲的 为什么不用担心大陆股市会跌 因为就是数字太难看了 他就必须要想办法 那能想的办法 其实我们都倒背如流 宽态中国一带一路嘛 对 然后甚至包括什么 12.5.13.5 他就一路一路推出来 这种基础建设一弄下去的话 就像这种中国中车 他就会涨了 那不管是慢牛跟风牛啊 其实这个之前这个 之前汉尾有讲到 其实官方希望慢牛嘛 可是呢之前都长得像风牛一样啊 他都是牛 牛就是会涨 当然这是官方的态度的问题 所以同时我倒是也可以去留意到 这样ETF的联动 如果说ETF好像是有那种急杀的情况之下 你或许就有机会做承接 但是急涨的时候呢 其实你要考量你的风险 不要去做一个接的动作 另外一部分就在于说 台股的转投资公司的挂牌 其实包括像金城跟经济 最近的转投资公司挂牌 金城那家公司叫做四方金创 我们在两周前有跟大家讲过啊 四方金创 从挂牌之后到现在为止 是一路的 一路大涨涨停板 经济的转投资公司 它持股比较少 在持股6%左右 叫做汇轮晶体 它挂牌到今天为止是涨了17根的涨停板 那包括像是日月光的一个子公司叫做环旭 环旭其实呢 过去到现在为止呢 这个它挂牌比较久 那环旭它持股77% 3月到6月份呢 因为持有环旭的关系 日月光的市值呢 应该因为环旭的关系增加了将近千亿左右 这是台币的一个台币的股票 另外在上在这个价格这部分 今天价格股价创新高 其实不外乎就是因为上海价格 第一季的获利是年增32倍 不过上海价格它是没有说要挂牌啊 只是说现在上海有转投资 现在在中国有转投资 这部分大家就会有一个联想的空间存在 当然这一些在中国有转投资的公司 或许是投资朋友应该去选择的一个避险标的 除了这个有在那转投资的公司之外 大陆相关的ETF呢 现在是还能够继续做多吗 其实我个人认为就是跟中国联动嘛 当然如果你投机一点了 你就买2X 因为2X就是双倍联动 每天量都好大 对 然后呢 如果你不投机一点 你可能就买这个单倍的 我想包括像FB上阵这些 这个跟这个 跟这个护身300在做一个联动 像这个护身2X这些 你可能就是不投机一点就买单倍的 然后你投机一点就买双倍的 当然如果说你觉得现在 你觉得不会涨了 那我当然可以推荐你去买上阵反嘛 这个上阵反或者护身反这些 你如果觉得它不会涨的话 你就可以买这些公司 买这些东西 不过还是要留意到 因为目前中国官方的一个态度 它是认为是慢牛啊 还是在做多 所以这个时候你去做反方向的呢 当然你可能就是跟他一赌 你赌输了可能记得要走 汉文要补充 对啊 其实大家可以发现到 为什么ETF这么热 今天外资买超前20年 有四党是大陆的一个相关ETF 代表说外资前汇进来 他不买台股去买大陆的一个ETF 代表了就是说整个大陆股 目前看起来牛市真的非常的热 所以外资现在转个弯 在台湾操作入股了 对 因为在大陆你要进去 还是有一些困难嘛 然后台湾本身有一些ETF 可以提供它做一个买进的动作 那再补充一下 其实刚刚冠星有讲到嘛 大陆所谓的高频交易的部分 其实目前大陆流行的是 留言交易 也就是说 他们最近很多在所谓的微信里面 就发一个什么哪一档股票 你今天不买明天就会后悔 就隔天就涨停板连锁了好几天 所以很造成说很多大陆目前是流言满天飞 股票的部分也会出现一个暴涨暴跌的状况 这就好像是我们20年前的时候 那个股有色的那一种荣景 你只要在看到那个报纸的小广告 角角落那边有四个号码 真的就会有一大堆人跑进去买 所以他们在讲说陆股是怎么样呢 他说炒股要看党脸色 那现阶段他们的党是相当的支持的 那反观我们的党的话 就不是这么的支持股市 所以您对于陆股也是倾向 还会在网上的牛市 对 没有错 OK OK 所以怎么办呢 回到现场 现在感觉要有一点点人气在加温的 大概只有苹果派吧 苹果派 今天终于见到回暖人气 可是为什么因为应该说晚上这么一过 明天的凌晨一点钟 苹果开发商大会 邀请函给您看一看 这邀请函倒蛮特别的 图案有点多 颜色有点多 图案有点模糊 看不太懂 变革的中心 是因为开发商大会要开 所以苹果派才动吗 阿文先生 我想希望苹果的WWDC的会议 也可以使得台湾的相关股票上涨 因为上个礼拜的话Google Pay 这个所谓的Google有一个Io的大会 那我们看3529的立望 还有5490的同亨的话 因为会有Google Pay 因为手机里面16%是Apple手机 但是有78%的话 左右的话是Android的系统 如果Android的也有Google Pay的话 那电子钱包还这些股票 涨幅就很大 那这一次WWDC 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图形 这个图形是什么代号 这个图形 回到满画面就知道这个图形 来 这个图形以前都是Apple Pay Apple TV ITV 反正就是它这个机上盒 或者是电视的话 它主要用一个四方形的 所以它的一个WWDC是软体 可能iOS 9 iOS 10 它怎么开放 但重点在两个 这两个的话 我们看制考的部分 第一个的话就是所谓的Apple TV 这个Apple TV的意思是机上盒 你装上去的话 可能多少钱里面可以看很多的数位电视 数位节目 但是我们可以发现Apple TV 自占一代都排第四名 那为什么 因为这个Loku这个 它的价格是49块 这是最久的 历史最悠久的 那Google后来慢慢推出来 它是39块 你现在讲的这是机上盒 买这个机上盒的价格是39块钱美金 那个机上盒 其实只要我用的是智慧型手机 透过那个机上盒的转接 然后电视就会放出来 不管什么手机你能够看到的 透过机上盒都做得到 对对对 就要电视里面看的话效果会更好 那亚马逊的话是33块 但是为什么Apple TV 四三列只有第三名 因为它是99块 它是卖最贵 所以原则上的话它的一个所谓的市占比较低 所以这一次的WWDC会议 在Apple TV会不会有新的产品 价格可不可以压低一点 更有竞争力的话 这就是一个观察 希望因为这样而相关的 所谓的Apple TV概念股也能够涨上去 另外一个重点的话 因为这个主要是看影片 当然也可以听音乐 但是串流音乐的部分的话 也是这一次的重点 那这个大家就会想说 听很新的音乐的话很棒 不过9块9大概一个月的话要收300块 那你有多少时间去听新的歌曲 而且歌曲每个你每天都会换新吗 每个月都换新吗 阿波赛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音乐串流 串流的话其实就是把一些 所谓的这个 也许这个是豪美的唱片 这是什么 这个所谓的歌领的唱片 他们都可以听 然后变成在一个系列里面 因为这个豪美是豪美的唱片 这是唱片 那你如果要听的话 听他们的唱片 要听的话 听他们的唱片 你串流的话 可以这边听一两首 这边听一两首 合起来十首 是不同唱片公司 合在一起 那也许可能你是最喜欢听的那些 所以苹果iOS帮你整合下来 这些的歌曲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这些歌曲 当你把它从应该说 苹果商店当中下载之后 在你的手机 然后你手机有这些 这么多可能一百首音乐 一百首音乐之后 你还可以在你的那个 MacBook Air 可能是苹果的笔电 苹果的电视 苹果的这个 所有的iOS系统当中 都可以共享 都可以共享 完全都可以共享 都可以共用 所以你这个所谓 它的产品的话 你都可以共用 这个串流 但是问题就是说 因为现在市占率最高的 这Spotify这一家公司 其实它是没赚钱的 所以这个市场大不大 我是觉得不会太大 不会太大 所以沿着上明天的话 大概WWDC 在早上出来之后 一些结果的话 看能不能对台股的部分 有一些助长的力道 不过我是觉得说 看起来的话是普普 大家还是要等 比如说iPhone 6S 或者是这个iPad Pro 12.9寸的新的销行电子产品的话 可能对整个市场的一个刺激的因子的话 可能会稍微比较大一点 所以那个苹果派今天涨那么有续航力 还要再观察 对对对对 更何况你看刘布 今天其实收到苹果派 然后这家公司今天也开股东会的 就是群创 就群创的分先给大家看 如果今天呢 苹果开发商大会很有所期待 群创应该涨 就群创呢 几乎在盘下时间比较多 跌了两毛半 对对 群创跟尤达大家都是认为就是说 这类型股票今年获利会比较好 所以大家期待性很高 那其实你可以发现在股东会的话 什么4K这些的话 又给你很大的一个所谓的这个想象空间 什么叫高色薄曲面电视 未来的话是曲面电视 有一个弧度的那个曲面电视 电视是弧度的 对对对对 那现在的话是2K 4K 对对对 那如果存4K的话 它解析度比较高 那因为现在是1080P 那像这种2K 4K的话 等于是1080P的一倍 那存4K的话 也许可能会到4倍 所以色彩饱和度更够 然后曲面就对了 对对对对 那这个可能第三季出货 但是会比较少量 但是可能是高毛率 那群状跟友达的市占率的话 和解了三成 所以他认为合并的话 几率比较低 你看今天群状跟友达公布营收 那公布营收 其实这个数字都不重要 重点是年成长 因为一般都看年成长 因为你跟上约比较 它有淡忘记对不对 年成长是衰退10.8 这个年成长是衰退14.1 年减 年减衰退 所以这个年减 它的意思就是说 过去可能有5.1的拉货潮 因为5.1劳动节 那我们拉货潮 那现在这个衰退10.8 这个衰退14.1 感觉上现在那种拉货潮就没有 因为以前5.1厂长补助 就补助很多钱 大家就会觉得说 既然有补贴 那我就去买了 现在补贴没有了 可能拉货力道就比较弱 而且5.1厂价 现在天数也变短了 对对不对 所以因为营收是年衰退 所以股价就比较没有什么表现 表示现在拉货的情况 不是想象那么好 不过换又说回来 这个礼拜除了今天的全创股东会之外 本周很多靠开股东会 我觉得本周是非常重要 股东会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看8086的K线图 今天盘中图形的布料 它昨天开法车 开股东会 大家都一直问问题 开完了之后的话 那你会发现今天就拉涨厅 就是说大家会去想象它 股东会可能会讲出一些什么类的 那我们再看赤卡的部分 所以这个礼拜 今天是群撞 那当然重点就是 未来曲面电视 下半年拉货会高 还是给你带来 很好的一个思考逻辑 那世界现金这个就比较没有 重点的话是台积电 因为台积电的话 最近的遥运很多 什么阿特拉 合并 被英特尔合并会怎么样 什么一大堆的减半 那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它第二季大概可能摔了七个不是 不过这市场都知道 就看它股东会 这个影响比较大 那我觉得比较正面的是可乘 因为可乘的话 还是继续成长 获利还是有成长的机会 那这段时间的话 日本贬到多少 125块 所以它在汇率的部分的话 搞不好又增加很多 我们插播一下日元 日元今天又重贬了 重贬了见到了 一美元兑换125.85天 最近来到了十二三年的 日元的新低楼 对 那再下来的话 只要注意大力光 因为大力光是精神领袖 3300块 3500块 很多高价股都带动上去 它第二季的获利跟 凝收还不错 所以大力光的股东位的话 搞不好的话 对股价的正面很有帮助 那台南电的话 大家会觉得它为什么会成长 因为其实现在被动元件 有一个2456的奇异星 你可以发现 我们来看K线图的部分 它被动元件对对 它之前很会涨 就今年的被动元件 电感的部分很棒 那我们来看台达电 那台达电为什么 它会第二季比第一季 成长12%呢 我们来看那个质卡的部分 就是因为它合并 一个叫乾坤 这个乾坤的话 就是电感的 所以原则上 它营收成长蛮多 所以它成长12% 是在这一块 所以台达电也比较有些地多 那华硕可能稍微还不太行 第三季会比较好 但华硕的手机开始赚钱了 不容易哦 真的不容易哦 它ZenFone的话 开始赚钱 不容易 但是我觉得 它可能到第三季 才会有一些忘记 但是往下看的时候 更是很多的股票 也是中联发科 因为联发科 有时候它是 IC设计的龙途老大 结果被力望追过去 那就要看它第二季的情况 到底大陆的三季 四季的晶变 是不是刹得很深 那这个银行股的话 就进入淡劲 你看这一块九毛六 第二季的话 可能估一块七毛二是下降了 那国内金的话 一块四毛四 这个零点三四的话下降 那为什么 你看富邦金第一季的话 人寿公司成长54% 但是它的证券公司 衰退33% 它的营充是衰退14%左右 那现在量不是放大吗 为什么证券公司会掉下来 对 就是操作可能 不顺 重点来的是 它人寿公司为什么 赚海外获利 但是第二季 有没有那么好 就不一定哦 那你看国内金的话 第二季有没有那么好 就不一定 那但是他们要 克百分之十的保留盈益 所以比较差 但是第三季 营兰股就会很好 因为股息收入 出现时股息收入进来 获利就会大于增长 所以营兰股的话 第二季是淡季 第三季就会进入旺季 所以原则上的话 短期里面可能 正面的消息的话 会比较少一点 谢谢阿伯赛 这个礼拜呢 因为股东会要召开的公司 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党党是重量几楼 该注意哪些标地 方向 阿伯赛刚刚都说了 提到了苹果开放商 大会的音乐串流 说实在的 我很喜欢听音乐 所以那个只要是 免费音乐下载 或者是音乐相关的 APP下载 我都很爱 有没有不用钱的 回到现场 一块分享 你看我近一点 的音乐下载 的音乐下载